上來《立刻學壇》一定要多公開給樂迷知道 那一刻的點擊是甚麼呢? 以及敲定了這張專輯會是甚麼方向呢? 是記錄一些很香港的題目 算是情懷嗎? 有情懷,但不可能是十首 有很多小碼做的 我不應該用巧,不是用這個字 不是一個題材去做的 初心是一個記錄自己 或者是很多香港人要堅持自己喜歡的東西 或者覺得對的東西 找回自己最原始的故事 其實後面的陸續下來 大家會聽到的一些題材 是會很共鳴的 香港 是很本地的,很香港的 微電影的故事 我都跟編劇一起聊 所以我自己有放很多我的故事下去 即是這個微電影也是你做的? 我自編自導自演 所以我有整個故事 然後叫阿直幫我想個歌詞 變成很紮實地知道 有了畫面,有了故事脈絡 是呀,我給他看了故事脈絡 所以他寫的時候 是完全中了 我要的 裡面帶出的每一句 雖然MV裡面那個機械人 是沒有出現到在歌詞裡 當然不會 寫那個主人翁的那個心聲 OK,你想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你的童年來的? 就是啦 就是蹲在電視機前面 看著張開嘴巴的一個小朋友 真的很喜歡機械人的 那 都是幻想有一天,機械人會來拯救你的 幻想自己設計機械人的 小時候 會在那裡畫的,真的會怎樣設計 這首是透視圖 一半是外形 一半戒了之後是透視圖 裡面怎樣飛彈 那邊有個關節 是這樣的 你是科學家 是啊,不過大了 大了只能夠在MV裡面做 但是起碼也好 都有做 所以 微電影、MV、廣告裡面 是自己的縮影 都放下去了 都… 掛的 有時候看一些照片 都覺得很有趣 看小小時候的照片 掛著自己 或者掛著那個時候的 那個年代的家人 例如年輕時的爸爸媽媽 年輕時的媽媽 小時候的媽媽 有很多場景 會出現 我記得 你曾經在彌敦道那裡走失過 是啊,你都記緊我這些故事 我真的 差點撿不回我 小時候的你大大眼 如果在找不到媽媽 找不到婆婆的時候 滴兩隻眼淚 就真的在這麼大眼淚 找不到媽媽才滴兩滴 爆哭了 哈哈哈哈 啊 啊